画面上可以看到 穿着黑色上衣的男子 蹲在路旁等待 见同伴开着小货车到场 随即进到庙里 把古董家具 一个一个搬到小货车上 似乎刻意用蓝色大帆布 把家具盖住 搬上车后 随即开车逃逸 但您来听一段警方说明 与周边调阅监视器 并通知监视人员采证 目前已锁定涉案男子 积极侦办中 将衣切到最前就办 事发在9号下午 台南公园路的一间寺庙 据了解这间寺庙是座古迹 在清朝年间就已经成立 里面也沿用了 许多当时就有的古董家具 平常大门敞开 欢迎信众参拜 这次原本以为入内的两名男子 也是要来拜拜的信众 工作人员也没有特别留意 没想到听他碰一声巨响 回过头来查看 大殿内桌子就不见了 工作人员也表示 这次被偷的木制古董桌 也已经有超过百年历史 平常拿来摆放金书及花盆 也没想到会突然间被偷 立刻报警处理 警方表示目前已经锁定 涉案男子积极追砌证办中